連個聊四季 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 我是Ryo 今天要來看 Viper對上Yo的對決 那 Viper的話這次隨機選到了維京人 那Yo的話則是選到了敗戰庭 那稍微簡單介紹一下兩位選手 Viper算是西地國最會農的玩家 那Yo的話是中國第一高手 他的進攻方式也是蠻強悍的 算是偏進攻型的玩家 那Viper算是農夫型玩家 就是意味著他都是防手反擊的那種打法 那不是他會有那種主動進攻 然後把自己的經濟搞得很爛 然後all in一波的 雖然偶爾他也會打這種戰術 但很少見 而且他通常這樣打 也大部分的比賽也都輸掉了 所以他最強的打法還是開農 然後反擊的一個玩法 那這場我覺得很特別是因為 Viper的 你大家都知道啊 Viper是農民之神 又選到一個農民最強的文明 也不是說農民最強 就是他的這個文明 經濟來說是這個遊戲裡面 最可以農最快的一個文明 那為什麼我可以農這麼快的原因是因為 他有免費輪走技術跟手推車 只要一上空間時代 輪走就送給你 那城堡時代就手推車也送給你 那那個經濟自然就會突飛猛進 跟鬼一樣 來看一下Yu Yu的話 來稍微簡單講一下Yu的文明 Yu的這個敗戰庭 封建時代打戳戳跟戰錨 非常非常的厲害 因為那個減免費用是減蠻多的 所以 封建時代打越久的話 對Yu越有力 但這種情況遇到敗戰庭 又不好說了 因為敗戰庭的話 封建時代一上去就輪走 如果拖太久沒有辦法 有空檔可以點輪走的話 Yu這邊 經濟來說也會差距越來越大 所以圍巾好像有點稍微 康可敗戰庭這個文明 我自己體感 因為照這樣看起來的話 減免的這個效果 並沒有那麼的太大 有優勢的感覺 反而是Lyper這邊輪走 可以更發揮出他的輪走優勢 好那來看一下兩邊的圖 那敗戰庭前面的金 哇金在前面 感覺尷尬勒 但是這邊路吃得很開心 三條路都要趕回家 剋掉他 那應該要來補下這個封建的經濟 那這邊的話 圍法來說 右的圖還算不錯 而且要圍也算是蠻好圍的 那前期的話 應該如果要圍就這樣子圍到底 圍到底 或是這樣子圍到底也可以 拉一條線過來 那他的果樹蟲在後面 算是比較讚一點的 那金的話也在後面一點 附金 整體來說他只有大金在前面比較煩 就是需要插城堡手以外 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VIPER的圖的話 看起來更好了一點 哇他真的是填圖了吧 這個 如果是我的話我給他90分 這張圖 這個圖 這裡圍起來 這裡圍起來 輕鬆圍 這裡也是輕鬆圍 還有石頭擋在中間 可以取代一些木頭的防止 建造的時間 好這邊也就可以直接拉一條線了 那為什麼是90分 就是因為這裡 這裡 比較寬闊一點 然後木區這裡比較 難尾 所以導致被我扣了10分的原因 那 我覺得他有點算是小天圖的 VIPER 這種圖就是農民最喜歡玩的 為什麼在挖石頭 又表示 蛤 天愛挖石頭 WTF 那為什麼這時候又不去 上去砍對手呢 因為他們封建Style 黑暗Style刺頭的攻擊是3 那村民的攻擊也是3 可是又蠻奇怪的 這場會來抓這個 25滴血的村民 又一直覺得他可能點織布 所以才敢在他眼下挖 但 Live其實沒有點織布 如果剛剛又真的往上尻的話 這隻村民可能會被收掉 那又也是看著一臉 蠻頭問號 這個鬥子又沒有點啊 很想要靠很想要靠的時候 結果VIPER的刺頭就回來就 小尷尬 真的小尷尬 好 那看一下兩邊選擇 那墓區兩邊都開好 這是10木開局的樣子 VIPER是8木開 8木應該是單伐木場 對 單伐木場班 8木開的話 就可以省一個伐木場的資源 那待會到封建時代 就有很多木頭 可以瞬間蓋一下 射箭場 跟兵工場 但其實一個伐木場 封建時代還是5個人就好了 因為像太多人挖的話 這個效率就不好 有沒有看到 這個村民就會跑太遠 人太多他就越跑越遠了 那這樣伐木效率就會很差 好那這邊看一下 這邊MIPER來做個騷擾 但是這邊被一個幼先高地打滴滴 被人家先發自人 MIPER感覺會輸 而且這邊還是滴滴欸 他還是在滴打高 完了 沒了 那幼這邊的刺猴還有15滴 但是斑斑已經出發了 能不能敲一下呢 沒看到沒看到很忙很忙 家裡移上空間 斑斑先到前線 要點下裝甲嗎 喂 VIPER也太多了吧 他到封建時代才點支付技術欸 4個狠人 好那VIPER這邊 點下了 裝甲步兵 那順帶一提 危機人的步兵血量會比較多 多20% 所以這個民兵的血量是48滴 非常非常多的 大家不要小看這48滴 可是可以做到很多事喔 尤其在跟對方落馬互打 抽名褲打的情況下 這個血量一多就真的很難纏 一定要靠小弓來撿 當然小弓這邊又也是守得很好 他已經把家裡圍好了 所以這個金也不會被納到 然後一上封建就蓋他射箭場 然後就開始出小弓 所以VIPER 直接把裝甲步兵的升級給取消掉了 好那要升裝甲 就步兵 就只用民兵跟他射了 那這個也算是細節喔 就是當你看到對面小弓出來的超級早的時候 那裝甲步兵就真的不用升了 沒有太大意義 好那 VIPER這邊選擇冰工廠 有先撒兩片田才下這個冰工廠 蠻怪的 我覺得有點怪怪的 我知道為什麼啦 因為他這邊蓋太多那個房子 好這邊房子補的其實還蠻多的喔 直接補一波 打他木頭消耗的有點早 因為通常都是會蓋下射箭場跟兵工廠之後 才去開始去鬼其他地方 VIPER的做法 他這次可能覺得自己是天土吧 他覺得纖維也比較重要 他這裡有洞啊 VIPER沒有發現啊 完了 有看到有看到 他去補了 剛剛講完就說 他就去補這個洞了 這邊VIPER的小弓出發 然後加上兩隻戰毛 兩隻小弓的組合 這邊一隻民兵被 射死了 這邊一個高地打滴滴 戰毛開頭 很痛 高地打滴滴 就是這麼的痛 30%的傷害加成就是這麼的 好那這邊 就直接果斷走在家裡 不出門了 先把這個高地封起來 這個高地會很致命 不能讓他走到這個高地 因為高地射個敵促 這邊村民會被射成白石 那這邊的話 如果這裡封這樣子的話就很好 小弓走到這邊 只能射到這裡的村民 沒法射到這裡 但如果要射民一多 整個八隻九隻十幾隻 就有可能村民會跑到這裡來 那就有點危險 但也真是蠻後期的事情 應該不會發生這種事 以佑的個性來說的話 他還是蠻 算是會防守的一個玩家 可是他應該還會在這邊插個城堡 守個祖金 所以剛剛說的事情應該是不太會發生 那這邊兩隻 唉唷 唉唷 都我在看耶 這個反應真的是很鬼 是我的話你又被射個幾下 然後還注意到 他被射個一兩下就知道了 唉唷又被射了 唉唷死了嗎 喔又拉走了 唉唷 很鬼很鬼 OK那確實又是這樣子尾 就是要尾這樣子 直接後面這塊空地都是他的 這邊就可以自由的蓋房子啊 種田啊什麼都可以 後面還有一串小木 還不錯啦 大概BIPER的圖更填圖 這邊唯死之後 這個木屑可以挖 這個木屑也可以挖 後面還有一串木 哇 經濟非常的舒服 除了石頭在外側一點 比較尷尬以外 沒什麼好挑剔的 唉唷 他的石頭在這裡 還有一個石頭在外 左邊這裡 那BIPER 沒意外的話 城堡時代 也會過蠻舒服的 連人相對好守 那BIPER打算 沒有要跟他打一個大封建了 小打小鬧 冰也斷了 沒有要繼續出 決定來上城堡時代 哇看這個 維京的經濟有多好啊 維京的經濟已經可以點下城堡時代 這就是 敗戰亭這邊 離於封建時代 大概還有差距二三十秒 那這邊有可能是出了太多的小弓跟戰矛 五隻戰矛 五隻小弓 這BIPER指的是 六隻小弓 兩隻戰矛 這個戰矛按得越少 城堡時代就可以上得越快 用戰矛 你不要小看他的肉量 雖然 半戰鐵有減免喔 但按太多還是有點難上這個時代 那BIPER這邊 經濟調配非常好 這邊 喔 他這邊吃肉是蓋模仿 然後還 還下了三片田喔 吃完肉之後直接下三片田 很特別的很特別的 很多高手都不解他這個行軌喔 為什麼路都不用趕了 而是用去 蓋模仿的方式喔 刷一百肉 然後BIPER給出的解釋是說 那個刺猴必須趕入 不如去外面探查敵情 做好防守 然後先看好家地圖 家裡的地形 會比較好一點 比較不會出現失誤的狀況 那這邊來修一波高地打擊地 但對手的戰矛很多 趕快先退一下 而且這要上城堡了 這邊工兵送掉的不太明智 所以先讓戰矛去送 然後工兵先回家 待會剩奴兵 好 那剛結束一半了 那他這邊蓋模仿的好處就是 你上 就算這個路吃完啊 也可以直接灑田 那你在城堡時代 要多開啟的時候 你的這個模仿就會有用處 所以你這一百木蓋下去 他所以也不上虧了 反而是可以讓你在前期的細節中 能拿到更好一點的處理 可避免漏洞帝國啊 或者是地圖沒有探完啊 這裡有穴之類的 這種事情在牌盒方很少發生 就是因為 他有這個想法 赤火在前期會做到最大效益 然後去做他該做的事情 不是趕路 而是去探查 這種感覺 好 那這邊騎士 城堡時代 Viper 圍巾 騎士出來了 那有點下意防 打這個戰毛是綽綽有餘 好 那這個高低打低低的話 應該是沒問題 而且這裡的劍塔 其實對騎士來說很痛 騎士有意防被射到 傷害是蠻高的 好 剩18D 看要不要拉回家 然後蓋個修道院 就可以來 補個血 這邊 Viper 選擇是 不把這個騎兵拉回家 而是要 找看有沒有中 好 那 Viper 家裡 還沒有開TC 喔 Viper 很兇欸 不開TC 原因是因為他下了大雪 然後點彈道雪 我想說奇怪怎麼上城堡 這麼久還沒有開TC 原來他是下了大雪 就覺得哪裡怪怪的 好 那這邊二級木點了 右這邊點二級木 戰毛兵也點了 但是 Viper這邊二級木才剛點下 那這個木頭 完全省給了這個彈道雪 又血到一招欸 如果要打 變身他生死帶有優勢的時候 真的確實要這樣做比較好 先下大雪 然後彈道雪先點 TC先不開沒關係 先打一個奴兵強軍士 先下下對手的感覺 然後有這個彈道雪之後 然後騷擾真的是蠻猛的喔 看一下這邊 上面也有毒死了 那能打的地方就是有這個地方 但這邊對手有公命在做防守 Maiper想要來打這塊木區 而且確實能打得到喔 這個有彈道雪 被刺到會很痛喔 欸 欸 啊為什麼他彈道雪取消了 然後再點一次 我想取過弩射弄歪 欸 欸 他取消彈道雪 然後開PC是不是 欸真的是欸 他可能覺得自己的奴婢太少 然後對面都圍死了 這個彈道雪沒有太大的意義 好果斷取消 哇高手就是這樣子啦 就算快研發好了 還是把它取消掉了 然後先開TC 哇 懂啦 又讓我學到了一招 雖然這個我絕對不會去做 如果是我的話 我看到剩下幾 剩下八十幾% 你就要研發好了 我絕對不會取消 我覺得兩個研發完成 但是研發完成的結果就是 TC就開始比較慢了 然後田椅比較蠻灑 然後慢灑的話 村民就爆的比較慢一點 哇 這麥可真的是各種細節 細節之鬼啊 好那這邊 又也點下了彈道雪 看來要蓋大雪點彈道雪 不是 這邊是要直接樹帝王啊 哎呀 原來拜登庭這邊 帝王時代有潔面喔 而且今年非常非常多 肉只要六百多塊而已喔 663的樣子 黃金也蠻便宜的 那這邊拜登庭一個 單TC樹帝王 那白婆要怎麼打呢 白婆其實 打中樹帝王的 會有點難打 因為他是3DC開局的 因為3DC開局的話 要打到帝王時間 其實有段距離 因為你的村民要夠多 田要夠多 才有可能點到帝王 不然到帝王的話 我看白婆應該還有 嗯 大概十分鐘喔 好 等一等多十分鐘 大概七八分鐘才會上到帝王 好那這邊 拜登庭 點一下帝王之後 才開DC 那村民樹漸漸被拉開 村民樹架剩五十村 打六十村 八一盆目前領先十村 那這四隻騎士 打這個戰馬 應該是綽綽有 但是這邊有生旅 有點麻煩 看要不要先解決這個生旅 但是這邊一個 反投奧龍一下 就回頭 鬧鬧你一下 唉唷 這頭燦找到這個生旅 好說你進劍塔 休息嗎 沒有進劍塔 裡面住滿人了 OK那這邊 想要開始用高地 去打這個敵地建築物 想要來硬拆這個兵工廠 你看這個 哇 血量好多啊 敗戰體的血量 建築的血量好多 兩千七百的兵工廠 一三二六的劍塔 射劍塔要兩千三 TC有三千一百二十 好硬 一般的房子有一千多滴 那就是敗戰體的優勢喔 好那這邊敗戰體 秘密上帝龍時代 卻被壓在地上打 很奇怪 然後這邊動點下 天道雪 然後三級 射化雪 都點了這個戰毛兵 要完成體了 好那那防禦不點的話 也還是 看這個 頭車還是很恐怖喔 這尿秀嗎 好那Viper決定要打左邊這邊 但這邊房子的血量還是很多 還有七百多梯 好慢慢往回走 看能不能打到點東西 但這些戰毛 應該還可以啊 攻擊力氣 殺錯名應該出錯有名 嗚呦這個集火 直接 死去 然後這邊是怎樣 為什麼我要滴掉 反正是手發 好那Viper看到 家裡有一堆戰毛 往家裡衝 這邊出了幾隻肉馬 是要去打那個 生女嗎 有生女直接被追上 然後被砍死啦 然後那 又在家裡補下一個BK 哎呀這個BK沒蓋好 哇欸只差89.24欸 是我就會蓋好了 然後可能死了一兩顆 這就是XG嘛 好那這邊還是蓋好了 好那目前Viper已知的情況是 對手上有地盟十代 然後家裡有BK 那這裡是要硬上金礦嗎 好像不太好喔 欸這邊有點操兵失誤喔 哇這邊戰毛量很大 而且有化學三弓 給Viper的壓力非常非常大 好戰毛走得出來 想要來硬點這邊奴兵 哇傷害巨高啊 瞬間倒下兩隻 浮兵 好否則出來一砸 噢啊 打一發 哎呀這個畫面跟我的有點像啊 好因為由於Viper在控家裡的關係喔 所以前線有點在放水流了 跟我一樣只控家裡 不控外面的兵了 然後戰毛這邊直接走過來 想要來硬點這邊的戰毛兵 但這邊四隻村民想要幹嘛 插箭塔是不是 想做壞壞事情被抓包 好但是Viper的 輕騎兵是優先去抓戰毛兵喔 而不是去抓村民 看還是覺得先排除掉威脅比較重要 好那Viper的環境現在有八百了 那現在只缺下七百肉 就可以停下帝王死蛋 Viper由於前面也是蓋了蠻多建築物的 所以木材消耗也是蠻大 導致到他這邊上帝王時間 確實要快要到三十六分才可以點喔 跟我想的差不多 這就是單TC速帝王 跟三TC速帝的打法的時間差距大概是這樣子 好那Viper目前都指出戰毛兵防守 然後幾隻肉馬 想要打小鬧 但這邊上帝王時間好像拖得更久了 那這邊還在點青騎兵 看來是要打一個最保守的喔 連騎士都不想按的那種 這我就會點騎士欸 黃金這麼多我就按幾隻了 但Viper還蠻珍惜黃金的 覺得這些戰毛用肉馬去解育就可以了 但肉馬也是很貴 一直八十塊 十隻就要八百人 十隻的話就要八百肉就可以點帝王時代了 所以其實有點搞不太懂他的用意喔 如果不是肉馬的話 是不是點個三四隻 騎士可以吃光啦 這些戰毛 但又這邊上了帝王之誇 反而沒有打出他的風采 明明你已經帝王時代了 卻沒有強弩 反而都是一堆戰毛 然後也沒有巨型投石機 但對方Viper也沒有城堡可以給他打 所以他這邊選擇是先出火炮 好那Viper在三十五分鐘點一下帝王時代 那確實在三十六三十七分鐘 或三十八才可以變成帝王時代 那差距時間真的是差不多十分鐘左右 好那投車過來 來投一下這個火炮嗎 哎呀這個火炮要先開炮 哎呦這個TD板差點踢到欸 太狠了 預判到了嗎 哎呦 這個又 TD板的技術還不錯欸 直接換掉一台頭車 村民倒地 好 肉麻上來硬砍這個火炮 火炮能砸掉嗎 哎呦這個控兵 很貴很貴 好那點下二級攻之後 是要打恐龍戰士嗎 還是只當成要升肉麻的攻擊力喔 哇 哇 白魄一個城堡時代又指出戰毛兵 就把對手壓在家裡打 還有肉麻 這跟我理解的危機能真的是不一樣 是我的話我就不會出肉麻了 我就覺得說這些出肉麻去結戰毛兵 好浪費啊 好像是速帝王比較實際喔 那白魄也是會比較打蠻保守的 先防守的還是該防守 我不會讓他隨意的在家裡擺爛浪一直打 好那白魄這邊前面蓋下了一個城堡 還有一千金跟八百六跟一千食物 等一下啦 增兵技術三級設化學跟三級伐木 真的是農民系玩家欸 哇 衝車也點 看了Viper要直接用經濟煙使用了 上面這邊打一波 哦 有點難打喔 這個房子不是一般房子喔 血量很高的那種的喔 1260喔 好白魄想要來燒了這邊 看有沒有出來挖石頭 來或者是回來這邊去挖樹 但沒有抓到 因為他裡面還有一塊木區 那就變得很重要了 家裡有一塊木區真的是救命稻草 不然在前線一直被壓的情況下 這兩塊木區基本上都是不能挖的 好 上面這邊撤退 確實打不進去 哇 這邊沒有抓到撿銀機的勝率 小可惜 喔唷 這邊四十分才撿下輪走 呃 難怪他這麼窮 哼 為什麼他一個速定 然後上帝王時間這麼窮 一段時間卻沒有打出任何東西 我就覺得蠻奇怪的 為什麼他好像有點 原來是輪走沒點 原來在高手場來說 輪走沒點算是蠻奇怪的一件事情 所以平常都不會去注意高手到底我們現在輪走 哼 好那上面這邊大衝車都研發好了 要來開裝上面開個洞 然後這邊戰矛非常大量 Viper這邊清騎兵直接要硬吃這些戰矛 但效果沒有非常好 因為後面的箭矢傷害很高 這個城矛 好那六二兩隻戰矛 兩隻騎兵進來砍村民 但這邊有恐怖兵 應該走得住 村民一直被砍 在這裡正面 Viper也在進攻 巨型頭子機出來 那這邊一樣在暴露馬 加上戰矛 好那這邊Viper 三級攻也升好了 三級的近戰攻擊力 OK之後 輕騎兵攻擊力就有7加4 11的傷害 來砍這邊戰矛 效果會非常好 但是後面有太多奴兵跟城堡傷害 這個肉馬 馬分就蒸發啦 而且這邊戰矛兵好像有點痛 所以很多都在打出射箭場 好同車一台過來 想要來硬拆 後面的奴兵也在射 想要來硬解 但應該沒問題 打的人蠻多的 好這邊戰矛 開始反擊 想要來殺這個奴兵 一旦沒有辦法 Viper的機器又衝不過來 從車要來開頂 而且這裡有兩遠頭了 第三台巨型頭子機 又會不會再過來呢 從車一直在出 好果然第三台巨型頭子機 正在製造中 Viper也知道 三台巨型頭子機 就能搞定影片 每次影片看到巨型頭子機 我們都會講一下 巨型頭子機 就是要出到三隻阿 有三塔的話 城堡必定倒地 好 再衝著開一區一制造 好 一直到一直到一直到 開始頂 左邊這邊還在蓋城堡吧 還不可以開始無情控阻了 但右這邊的兵非常少量 要打這些肉馬跟戰馬 有點心有餘率有不足喔 這裡就還沒有出一些 衝衝防守 讓我滿意外的 因為半戰艇的戳戳也很便宜 這邊可能是經濟太差了 聰明樹一直沒有起來 大概93村 大概滿款經濟33了 這裡差距快到40村喔 好那三台遠頭 過來確實這個城堡也 爆開了 又也打下了GG 因為這邊城堡爆了 就意味著他的主金也沒救了 好來看一下兩邊經濟喔 Vipe 應該是經濟爆炸吧 應該是全贏喔 沒意外的話 喔對 真的全贏 木頭銀7000 食物銀1萬銀 黃金銀2400 石頭銀1倍 哇賽 這個經濟差距真的很誇張啊 哇 Mipe玩一個農民文明 這個畫面真的是異常的美麗 直接用經濟黏死對手 好啦我們今天影片差不多就到這啦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再幫我按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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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可以按下訂閱 incubation